我是来告诉你 期限已经到了 你和崔莲峰之间 该清算了 我知道怎么做了 绑架案查得怎么样 这期限可是快到了 谭司令说已经查到了真凶 只是这个人和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那个 民 民团的大头兵干的呀 不是谭司令民团干的 是他们想栽赃他 所以假扮成他的兵 那真凶是什么人 是保利典当行的老板 敏大成 保利典当行 咱们跟他没有过节啊 而且还在生意上 帮了他们不少的嘛 那个敏大成 为何要做这件事啊 是啊 那个姓敏的为什么会这么做 老爷 可能现在兵荒马乱的 能有什么土啊 就是想敲诈 崔姨 您还是把他们想得太善良了 在码头的时候 他们是真的想要我的命 要是想讹钱 那也不用这样吧 是 是啊 生儿育女是没错 但是替谁生儿育女就不一定了 孟安清 你不要颠倒是非黑白好吗 我怀在那个男孩流产 就是老爷的 要有证明 小产的那个确实是爸爸的 但这个女儿 就不一定了 孟安清 你不要在这儿诬陷我 你不要胡说八道 孟安清啊 没有证据 不能胡说呀 穆公 孟安清 婉清小姐所言 并非没有证据 谭司令 谭谋此次不省自来 实在有些失忆 只不过在人犯 敏大成身上 搜到了一张东西 我实在不敢隐瞒 与您有关 与 与我有关 吴公您还记得 这女童是谁